Hello 大家好 我是AV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Regarding on unclaimed money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我们还有多少的unclaimed money 是存在国家里面 然后没有claim回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 会教大家 怎样去check自己的unclaimed money 同时怎样去redeem你的unclaimed money 然后教你 如果好像你的家里人有pass away 但是不知道他里面还有多少钱的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true 是一个unclaimed money的system上面 去check你要的东西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topic 怎样帮到你们啦 Let's go 首先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能还有一笔钱在国家里面 被自己遗忘了呢 根据数据指出 大马没人认领的户口 和不活跃户口 目前的款项数额 是高达110亿 而110亿的概念是什么 那110亿呢 就是等同于11个billion 那1个billion呢 其实就是等同于1000个billion 而这些款项呢 由于找不到主人又不能被用掉 所以只能放在政府那里等待被认领 第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无人认领款项 那好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 你就会拥有自己的current account 那current account呢 基本上就是拿来给你 金钱还是出钱给你的员工 还是发放bonus等等 那如果在一年里面 你的这个account里面 没有任何的activity的话 自动就会变成unclaimed的款项 那第二点呢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 你需要有一个户口 然后你要接ptptm的情况 然后政府就会把那个钱进入你这个户口 after我们毕业之后 很大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在使用该户口了 那如果这户口里面7年是没有做到任何的transaction的话 它也会automatically变成一个unclaimed的款 那第三点呢就是你本身有一张FD 但是你的FD太久没有update 然后没有去做任何的transaction的情况之下 它也很大可能会变成一个unclaimed account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出这个system 来guide你们找回你们的unclaimed account 然后同时claim回你们的钱 第二点如何开户口来寻找我们的unclaimed money step1到eGummies网站注册你的账号 进入官网后点击右上角注册本导书 填写完毕基本资料之后点击成交sign up step2登录账号再填写个人资料 首先你先回到主页点击右上角的登录login 然后再输入刚刚你所注册的用户号码跟你的密码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用户会被要求填写你的个人资料 再三确认之后资料无误就可以成交了 现在用户就会被带到网页的操作主页 这时候你就会点击紫色的搜索 click here to search for unclaimed money 进行查询 然后你可以输入你或亲人的身份证号码 来查询你自己是否有无人认领的款项 一个户口一天最多只能查询两次 如果你没有任何无人认领的款项 那么负面上将会显示 No data available in table 第三点 如果我有unclaimed money 我可以怎样认领 首先你会看到未认领款项 然后就在相关资料前打勾 然后申请提款 posit to application 接下来就是申请提款的页面 点击右下角添加收款人的资料 App Paye 如果本身就是无人认领款项的主人 你可以选择SIM as Claimers Information 系统就会自动帮忙填好相关的资料 接下来填写银行资料 并且点击右下角蓝色的Save就可以了 之后就是按Next 然后进入上传身份认证和资料的过程 一共有16个选项 你只需要在Meditary Column上面上写Yes的 你才上传 所以基本上就是只有IC的副本 和银行的账单作为身份证明文件而已 最后上传成功后 了解并打勾同意声明与条款 就可以提交申请Summit了 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帮我点击按赞分享 然后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让你们 抓更多你们想要的利益 如果有想要知道更多的题目的话 可以Tax我 PM我等等 那希望大家可以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谢谢大家